星宇航空一路走來 這個真的是荊棘在背 一路走來不是很順利 可是關關難過關關過 這個也充分發揮我們台灣人 台灣小孩 這個非常怎麼講 韌性非常強 大談星宇一路走來 心路歷程 K董25日親自主持 星宇航空第四季 上市前演技發表會 去年也達到損益平衡 小賺了1.5億左右 坦白講這個數字代表什麼呢 這數字其實不是很大 可是代表他很厲害 25日星宇在星貴市場 大漲4%到5% 一度佔上31.55元 帳幅5.56% 單日有近11億元成交量 但張國偉卻自嘲沒在炒股 就不是我可以控制的 因為我本人沒有在炒股 這個還是要易市場機制 大家對星宇的這個認同感 是到多少來決定的 也許是上市話題 助攻股價表現 探開航空四雄成績 華航8月營收破177億 年增10.4% 長榮逼近200億 年增13.24% 虎航也有42.59% 而星宇則是年增幅居冠 達62.61% 虎航跟我們是不同性質航空 是可能比較難比較啦 因為畢竟他是 疊加航空嘛 全部位置的現往這個人家很多 發表會上 K董還不忘調侃 同樣要拚上市的虎航 強調獲利會努力超越友航 因為接下來要擴大爭取 跨州轉集市場 並爭取還與一家 我們在2026年的時候 會把機隊拱到50幾架的時候 基本上那個運量是非常大的 星宇正式掛牌上市前 K董信息喊話之餘 也給投資人承諾 希望2026年就可領到鼓勵 繼續影片參與 參訪報導 立刻下載近新聞APP 一手掌握新聞時事 盡善盡美 盡好新聞